女排奥兹赛第三轮,中国女排发挥出色,以3-0横扫杰克女排,取得三连胜。 这是中国女排连续第三场3-0。 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第三轮,中国女排迎来第三个对手杰克女排。 在前两轮比赛中,中国女排3-0赢了乌克兰女排,3-0战胜墨西哥女排,两战全胜排第一。 杰克女排一胜一副排第六。 中国女排延续了之前的首发阵容,蔡斌不会让吴梦杰首发。 杰克女排则让各种娃首发。 首局中国女排取得3-1的开局,攻翔与小斜线扣出界外。 杰克队打探投得手,把比分支成三平。 双方多来回后,还是李盈盈后三报扣得分。 双方占之六平后,中国队连得了7分,取得很大的优势。 这7分里,王源源通过快球,篮网,被飞,得了4分。 王源源打嗨了。 在18点11分时,中国队又连得了4分,分差有11分了。 蔡斌又开始采用二换三,用丁霞、郑一新换下了攻翔羽,凋零羽。 这是蔡斌的老套路,局末阶段采用二换三。 郑一新上场后,快末得分,李盈盈两次调球得手。 中国队以25比12拿下首局。 首局中国队进攻得了18分,比杰克队多了8分。 中国队拦网得了4分,杰克队拦网没有得分。 中国队靠这两项,赢了杰克队。 首局王源源得了5分,王云露和李盈盈各得了4分,袁新月和凋零羽各得3分。 郑翔羽反而只得2分。 中国女排得分点很多。 第二局杰克队取得5比3的领先,被中国队追成5平。 中国队取得12比9的领先时,连得了5分,领先优势达到了8分。 双方陷入胶着,中国队没有继续拉开分差,蔡斌也不敢换人。 李盈盈扣球得分后,龚翔羽背后球得手。 中国队连得了2分,以25比16再胜一局。 第二局中国队发,扣,蓝都要强于杰克队。 李盈益人得了6分,为球队赢下第二局立了大功。 第三局杰克队打得很顽强。 虽然中国队开局领先,但是优势不大,多次被杰克队追平比分。 在局中阶段,中国队取得14.12分的领先。 王源源发球下网,杰克队员扣,斜线得分。 龚翔羽扣球出界,挑战打手失败。 杰克队连得3分,反超比分。 好在当杰克队取得16.15分的领先时, 中国队也连得了3分,再次领先杰克队。 杰克队继续施压,紧咬比分。 不过中国女排还是以25比23拿下了第三局。 最终,中国女排以3比0战胜了杰克队,取得三连胜。 三轮过后,A组最新排名。 中国女排三战全胜,积9分重返第一。 塞尔维亚女排三战全胜,也积9分,紧排第二。 塞尔维亚女排领先了9个小时。 荷湾女排两胜一副,积7分排第三。 多米尼加女排两胜一副,积6分排第四。 加拿大女排一胜两副,积3分排第五。 杰克女排一胜两副,积2分排第六。 乌克兰女排三战全败,积0分排第七。 墨西哥女排三战全败,积0分排第八。